下面我们学习第三节税法要素 那这节内容在考试中不一定呢 这个考呢具体的概念含义 但是它对于我们学习第二章到第十一章 具体税种的纳税征税范围 征税对象征税环节的有关规定 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呢大家要提起重视 当然也有些呢 这个题目可能会直接出在呢 这个本节的内容之中 我们来看一看 对于呢税法要素一般包括总则 总则一带而过 我图黄的这几个点 一个纳税诱人 第二一个征税对象 第三税务 第四税率 这四个是咱们税法要素的最关键内容和核心内容 大家呢要特别注意 下面纳税环节纳税期限 纳税地点减税免税 罚则负责等项目 这是呢我们的税法的构成要素 其中第一个知识点是总则 简单一带而过 在一部税法里边 它总则往往是什么 我为什么征这个税 也就是说我的立法依据 我征这个税的目的 那么胜原则 它主要包括立法依据 立法目的和胜原则 这是咱们的呢 第一个知识点总则一带而过 下边第二个知识点 纳税义务人也叫纳税人 相对重要 大家呢要注意呢几个内容 第一什么叫做纳税义务人 纳税义务人也叫做纳税主体 注意它也叫纳税主体 它是税法规定的直接 注意直接的两个字 直接付有纳税义务的单位个人 那么注意是直接付有纳税义务的单位个人的呢 问题 这是第一个呢含义 也就是说纳税人他直接付有纳税义务 那是不是就要直接交纳税款 不一定 我们后边有代扣代奖义务人 代收代奖义务人的概念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纳税的两种基本形式 有自然人法人 比如说那个取得所得的个人 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那就什么自然人 那下边法人 比如说咱们的企业所得税制 实行法人所得税制 那么他有法人资格交企业所得税 你看纳税人的两种基本形式 有自然人和法人 第二个 第三 纳税人和付税人 什么叫做纳税人 我们刚刚说过 直接付有纳税义务的单位个人 直接付有纳税义务 不代表着自己直接交税 因为后边有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 有人 那下边有付税人的概念 什么叫做付税人 付税人 顾名思义 税款的负担者 这就叫做付税人 也就是实际负担税款的单位个人 最简单的 比如咱们经常有句话 叫做烟民九民 他是呢 这个给国家税收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什么呀 他是交了税吗 你没见他直接交税 但是呢 烟厂 酒厂 他呢 交了大额的消费税 他交完消费税之后 通过提高烟酒的价格 把它转给谁负担 转给烟民九民负担 所以你看 烟厂酒厂 是纳税人 但是烟民九民 是付税人 这就是纳税人 和付税人的呢 一个关系 那我们刚刚说过 纳税人是直接付有纳税义务的单位个人 纳税人一定是直接自己交税吗 回答是不一定的 那么云大神紧密相连的两概念 一个是代扣代缴义务人 一个叫做代收代缴义务人 代扣代缴 现在个人所得序中 也包括预扣预缴义务人 那么这个含义什么含义 指的是呢 在向个人支付款项时 那么我给你付款的时候 代扣代缴呢 税款 那这叫做代扣代缴义务人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A公司 向B个人支付呢 这个工资 比如说支付8万块钱 那这时候 谁是个人所得税纳税人 B个人是纳税人 但是是不是 B把税款交给呢 税务机关 不是 A在向B个人支付呢 工资金金的时候 要从工资金金里边 代扣代缴 或者预扣预缴税款 那此时 A就叫什么 代扣代缴 或预扣预缴义务人 这是一个 第二个叫代收代缴义务人 代收代缴义务人 什么意思 是在向纳税人 收取款相识 前面是什么 支付款相识 现在收取款相识 代收代缴税款 比如说 消费税中的委托加工 什么意思 比如 A超市 委托 B酒厂 加工一批呢 这个白酒 那么他在加工白酒的时候 A超市是消费税的纳税人 B酒厂 是消费税的呢 这个代收代缴义务人 所以B酒厂在向A超市收取加工费时 你看我B酒厂在向A超市收取加工费时 收取款相时 顺便把消费税给代收了 那么代谁收 代税务局收 那么代谁交 代纳神交给税务局 要代收代交义务人 从你收的款相里边 把这笔税收过来 替他交给税务局 要代收代交义务人 而代扣代交义务人呢 是那么我给你付钱的时候 我从付给你的钱里边 把税款给扣下来 交给收取 这叫做代扣代交 或者是呢 预扣预缴义务人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 纳神是直接负担纳税义务的单位个人 但是纳神并不一定直接自己拿税 有可能有代扣代交义务人 代收代交义务人 第一个 第二个 纳神纳税之后 不一定是他负担税款 有可能他通过价格 提高价格等方式 把税收负担转给别人负担 那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第二个 纳税人的这个概念 第三是征税对象 或者叫客税对象 也叫做纳税课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呢 一个税法要素 什么叫做征税对象 或者客税对象 指的是税法规定 对什么征税 那么这个物品 我指向的对象 就叫做征税对象 比如说消费税 对特定的呢 应税消费品 为征税对象 它叫消费税 所以呢 税法规定 对什么征税 这个所指向的呢 这个客体标的物 就叫做征税对象 或客税对象 它是呢 征纳税双方 权利义务 共同指向的客体标的物 注意 一般来讲 一个税种 叫什么名字 那么往往由 征税对象 所决定 所以它是一种税 区别于另一种税的 重要标志 这是呢 征税对象 或者叫客税对象 征税对象呢 按照性质不同 通常分为流转额 什么叫流转额 我对我商品交易的金额 来征税 比如说增值税 消费税 也对流转额征税 第二个 所得额 对我赚的那份钱 来征税 比如说 像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那下边财产 那么财产 比如说我对你的房产征税 那就是财产 下边资源 比如说我对你呢 你开采的矿石资源征税 那就是资源税的问题 特定行为 我对你的呢 这个某项行为来征税 那这就是呢 咱们的特定行为税 这是按照呢 征税对象的呢 性质不同 分为这么五大类 所以我们常把税收 分为相应的五大类 流转税 以流转额 那么做正式对象 比如它也叫做商品劳务税 那么以所得为正式对象 叫所得税 以财产为正式对象 叫财产税 以资源做正式对象 叫资源税 以特定行为做正式对象 叫特定行为税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个 第二个 与课税对象相关的呢 两个概念 课税对象也叫正式对象 也叫纳税课题 那么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叫做税务 一个概念叫计税依据 什么叫做税务 我举个消费税法的呢 例子 消费税是对特定的 应税小品 做正式对象 那哪些叫特定应税小品 哪些不叫 很难界定 所以为了呢 明确界定它的范围 咱们就规定了 15个税务 所以所谓税务 是税法中 对征税对象 分类规定的 具体的征税项目 反映了具体的征税算机 什么意思 你列入税务的征税 没列入的不征税 这是税务的作用 税务呢 它是对特定对象 质的界定 决定你征不征这种税 那么纳入的征 没纳入的不征 是一个质的界定 它的作用什么 第一明确具体的征税范围 比如说消费税 你列入这15税务的 征消费税 没列入的不征 第二个 贯彻国家税收调节政策的需要 这句话有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国家呢 想呢 这个限制你发展 那我征的税高点 那么想鼓励你发展 征的税呢 第一点 你比如说 咱们消费税中 甲类卷延 它的税率 就是生产环节 税率56% 加上每标准箱 150的定额税 它就税率比较高 比如说小汽车 排量越高的 对环境污染越厉害的 税率越高 那么排量低的 对环境比较友好的 咱们呢 就是税率低 这就是什么 我体现了国家的政策意图 这是呢 它的税务 它是一个质的界定 明确反映了 这个具体的呢 征税范围 第二个税基 什么叫税基 税收的基础 那么也叫做 计税依据 你按什么来计算的税款 叫计税依据 它是据计算 征税对象 应纳税款的 直接数量依据 它这个直接数量依据 解决对征税对象 课税的计算问题 它解决的什么 解决的是 课税的呢 这个计算 比如说 你的土地使用税 按你的战量的土地面积 多少平米来征 比如说你耕地战量税 按你的面积来征 比如说你啤酒 按多少吨啤酒来征 比如说你的呢 这个增值税 按你的销售额来征 那么比如说化妆品的消费税 就是你按照销售额来征 那么这就是什么 我从量的角度 对呢 课税对象做规定 所以呢 税基也叫计税依据 是对课税对象的量的规定 对于呢 咱们的计税依据 有从价计征 比如说增值税 按销售额做计税依据 比如说咱们的个人所得税 以所得额做计税依据 比如说咱们的房产税 以房产的计税余值 或者是呢 房租做计税依据 这都是什么 从价计征 那么也有从量计征 根据数量来征的 比如说耕地战量税 土地雄税 按这样的土地面积来征 比如说车船税 咱们是按照呢 这个车的呢 量数 或者是呢 吨位 就是等等来征 那么按照呢 一定数量来征 这叫做从量计征 从价计征的 它用的是比例税率 或者是累进税率的形式 而从量计征的 则是什么 则是定额税率 一平米的地多少税 那么咱们一辆汽车 一年的车船税多少 那么这是呢 定额税率 这是与靠税对象相关的两概念 一个是税务 一个是计税依据 大家呢 要分清 我们来看呢 征税对象的呢 这个一道单选题 下列关于 客税对象和计税依据的说法 错误的是 他问的是 哪个是错的 而不是问你哪个是对的 我们来看一看 A 客税对象是 征纳税双方 权利义务 共同指向的 个体或标的物 对不对 那么客税对象 是 他的权利义务指向的 个体标的物正确 B 客税对象是区别一种税 与另一种税的重要标志 那么一个税叫什么名字 往往由客税对象 决定 所以选项B正确 选项C 计税依据是在目的物 已经确定的情况下 对目的物计算税款的 依据和标准 我怎么计算税款 我从量的角度 对你做确定 所以选项C正确 选项D 客税对象 是从量的方面 对客税做出呢 决定 那么 这是错的 那么下边 计税依据 是从质的方面 做规定 对吗 那么计税依据 是从量的方面 做规定 应该是 税务 是从质的方面 对客税对象 做规定 那么计税依据 是从量的方面 对客税做规定 所以 这四个备权选项中 选项D 是错误的 我们选答案D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 第三个 是客税对象 那第四个税务 我们讲过没讲过 讲过了呀 你比如说 消费税有15个税务 目的是干什么 明确 增税对象的范围 第一 第二 底线国家政策需要 以制定高定 不同的税率 这是呢 咱们的第四个 那么第五个 是税率 税率是相对重要的 因为税率 直接体现了 咱们的呢 这个纳神的 税收负担的高低 税率呢 是计算税额的尺度 是衡量呢 税负轻重与否的 重要标志 一般来讲 那么税率高 税负重 但是我们在呢 这个预期班里 给大家讲过 那么 这个曲线 注意 咱们对于呢 这个拉福来讲 他研究过 是什么 是最初随着税率提高 你的税收上升的 但当你税率提高到 一定程度之后 你比如说 我千辛万苦干点活 我赚了100万 你非得征我80万的税 那算了吧 我不干了 那或者我不干了 或者呢 我隐瞒收入偷税 对吧 所以你到了一定点之后 就有可能 你税率越高 你的税收入越低 那么这就是呢 咱们拉福曲线 所阐述的一个道理 对于呢 税率来讲 是衡量税负 倾重与否的 重要标志 税率形式 主要分成三大类 第一大类定额税率 定额税率呢 它是按征税对象确定的计算单位 直接规定一个固定的税额 比如说城镇土地使用税 咱们一平米地 征多少城镇土地使用税 比如耕地这样的税 是一平米土地 那么征多少呢 耕地这样的税 比如车船税 一辆车 或者是呢 这个一个吨位 征多少税 都是呢 直接规定一个固定的税额 定额税率非常好算 你占了3000平米地 那么一平米三块 那你一年交9000块钱 这是很简单的 第二个比例税率 也就是说 对同一个征税对象 不分数额大小 你征税对象 数额是一块钱 我按这个税率来征税 你是十个亿 我也按这个税率呢 来征税 对同一个证税对象 不分数额大小 规定相同的征收比例 这叫做比例税率 比例税率 计算税款的时候 也很容易 那么它包括单一比例税率 单一比例税率 也就是说 我这个税就是那个一个呢 征税的呢 税率 比如说房产税对于那么出租的房产按12%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经营最后的房产按1.2% 那是单一比例税率 也有差别比例税率 比如说消费税中 你的汽车排量不一样 咱们的消费税率不一样 叫做差别比例税率 还有产品差别比例税率 产品不一样 税率不一样 叫产品差别 也有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比如说城建税 你在城市税率呢 7% 你在县城建设镇 税率5% 其他地区1% 叫做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等等 那么这是呢 差别比例税率 还有幅度比例税率 比如说 国家对汽税规定 3%到5%的幅度比例税率 在这个幅度范围内 那么由呢 这个各地区 你来进行选择 这叫做幅度比例税率 这是第二个 比例税率 比例税率算起来好不好算 好算 第三 累进税率 累进税率 就像爬楼梯一样 我把争税对象 那么按照数额高低 分成不同等级 比如说一人的收入 是一年36,000以下 争多少 那么36,000到14,0004,000之间 那么14,0004,000到呢 这个42,000万之间 到30,000万之间 我怎么争 那么争税对象呢 按照数额或者相对比率的呢 大小 划分成不同的等级 然后呢 你每个等级 你数额越高 等级越高 每个等级 规定的一个税率 那么税率呢 一次提高 你累进嘛 税率越来越高 这叫做累进税率 累进税率中 有全额累进 全额累进税率呢 现在咱们国家用不用 基本不用 那么大家会说 老师弟为什么说基本 因为有的 虽然叫做累进税率 但是实际上 由于呢 它的设置 税率设置 比如说全额一次奖金 就会出现呢 一点全额累进 和超额累进夹杂在一起的身影 这个呢 比较复杂 我们到呢 这个全额一次奖金的时候 再跟大家说 下边 超额累进 什么叫超额累进 我们一会解释 还有超率累进 那么有这么的 集中累进税率形式 我国目前有 超额累进税率 有超率累进税率 那么咱们有比例税率 有定额税率 那么没有全额累进税率 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累进税率 首先 所谓累进税率 来看一看啊 我把某人的所得 他的全年额大所得额 分成不同等级 比如说 全年额大所得额 不超过36,000的 税率3% 超过36,000到14,000的 税率10% 超过14,000到30,000的 税率20% 超过30,000到42,000的 税率25% 等等 那么我呢 是按照征税对象 数额的大小 划分成不同等级 等级越高 税率越高 是累进税率 那什么叫做 全额累进 全额累进的全额 指的是 征税对象的 全部金额 一定要注意 是什么 全部金额 征税对象的 全部金额 按照与之相应的 税率征税 注意 是征税对象的 全部金额 按与之相应的税率 来征税 比如说 我呢 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假设是105万 那我就全都用多少 45%来征税 那这是全额累进 全额累进税率呢 它会出现什么结果 我们用这张税率表 来看一看 比如说 假这个人 他全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是36000 那么他受到的税率 因为他是小于等于36000的 充税率3% 他应该交税块 是36000乘3% 是1080 第一个 那下边 以他全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假设是36001 多一块钱 以笔假 多拿了一块钱 但是 他的全部金额 他征税对象的全部金额 也就是36001 都要适用与之相应的税率 那么36000到14400之间 税率10% 所以他要交多少 交36001乘10% 要交3600.1的 多多税 那么这时候 大家看到什么结果 以笔假 多了一块钱 那么所得多一块 他的这个税额多多少 税额多了3600.1 减1080 那么多了2520.1 然后交完了呢 所得税之后 谁的收入更高 假的收入更高 那么你高兴吗 你不高兴啊 凭什么呀 我就比他多赚一块钱 我多交了2520.1的呢 这时候 这是呢 不合理的 这体现了 全额累进税率的一个问题 全额累进税率 它是计算简单 因为呢 这个税率下的全部金额 都要按照与之相应的能 税率来继续 其实计算很简单 但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什么不合理的现象 在急剧的临界点附近 什么叫做急剧的临界点附近 也就是你税率的分界点附近 那么容易出现税额增长 你 那么多了一块钱 多交了2000多块钱的税 这叫税额增强了2520.1 超过呢 客税对象 数额增加的呢 就不合理的现象 导致呢 收入高的 所得高的那个人 交完税之后 实际收入不但不上升 反而下降的 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全额累金税率 我们这个在税收史上 采用了不长时间 就被下一种税率 也就是超额累金税率 替代了 那我想问大家 刚才的这个税率表 在座的各位 您是否似曾相识 那么这张税率表 我们看一看 实际上是目前 我们在税收中 对于咱们的什么 对于呢 咱们的这个个人的呢 综合所得 个人所得税率中 对综合所得 征税的税率表 它是按照 征税对象 数额的高低 分成了七个等级 那么每个等级 都是回定了呢 失诺的税率 那么等级越高 失诺的税率越高 这是什么 累金税率 那下边 它这个超累金 征税对象的超过部分 一条率 超过部分的金额 按照高一级的税率 来征税 也就是说 我如果是 三万六千零一块钱的话 我不超过三万六的这部分 我都按 百分之三角 那么 三万六千零一 超过三万六 不到十四万四的部分 那么 对于三万六千零一 超过三万六的 只有一块钱 这一块钱 我按照 高一级的税率 来征税 那这就叫做 超额累金税率 我只对超过的金额 按高一级的税率 那么原有的金额 仍旧按原来的税率 来征税 这叫做 超累金税率 那大家你可以想 如果我刚才的 英纳税率的额是 105万的话 这怎么干 分成几个部分 分成七个部分 来征 三万六的 按 百分之三征 三万六到 十四万四的 按百分之十征 那么十四万四到 三十万的 按百分之二十征 等等等等 那算起来就会 特别麻烦 我现在给大家 留一个小任务 您想想 怎么样 能让它计算的 简单一些 好了 我们来看 如刚才的例子 假全年的 英纳税所得额 是三万六 英纳税额 三万六乘以百分之三 这是 一千零八十 第一个 那么 下边 以 它全年的 英纳税所得额 是 三万六千零一 多了一块钱 那么按照 超额累金税率 三万六以下的部分 仍旧是用百分之三的税率 那么 超过三万六的 这一块钱 剩百分之十的税率 所以 它一共交 三万六乘百分之三 加一乘百分之十 一共交 一千零八十点一 也就是说 一比假的收入 多了一块钱 多交的税 多了 零点一元 合理吗 合理呀 多收了一块 那么多交了零点一的呢 这个税 所以交完税之后 我比它的实际收入 还多零点几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在超累金税率的情况下 你的税后收益 比假要高 这叫做什么 超额累金税率 超额累金税率 好处在哪 好处在于 它只对超过部分 按高级的税率来征税 所以 它避免了税额增加 超过客税 最向数额增加的 不合理现象 那么更加合理 但是计算复杂 它需要分成 好多段来计算 那这是呢 咱们超累金税率 产生最初 之前的问题 但是世界上 总有聪明人 它在不断的推进着呢 税法的进步 那下边 有人聪明 引入什么 速算扣注数 算扣注数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 哎 我这一级 我这个 三万六千零一 我就按 全个累金税率方法 计算的税额 那么刚才是 三万六千零一 我按全累金 计算的是 百分之十 是三千六百点一 我减去按超累金方法 计算的税额 那么我这个计算税额 是一千零八十点一 两者之差 这是两千二百 两千五百二十 我把它调到什么 速算扣注数 什么叫速算扣注数 我快速的算税额的时候 我给你一个扣注数字 那我算出来速算扣注数 我放在你的税率表里边 以后 你再算应那税额的时候 咱们怎么算 把这公式调整一下 那么也就是 我按照超额累金方法 计算的税额 等于按全额累金方法 计算的税额 减速算扣注数 那这是咱们要注意的 我是按全额累金方法 计算的税额 减速算扣注数 这是咱们速算扣注数的 一个引入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算扣数 所以刚才那个表 我增加了速算扣注数 那一列之后 我这个应税所得额是 三万六千零一的话 我怎么算 我按照全额累金方法 计算的税额 是三万六千零一 乘百分之十 我减去本级的速算扣注数 本级的速算扣注数 大家你可以算一下 这里边咱们时间有限 我不多解释 速算扣注数怎么算 速算扣注数我告诉您 最基本的方法 第一级 你的全额累金税率和超额累金税率 它呢 计算的应大税额是一样的 所以速算扣注数是零 第二级的速算扣注数 数字也就是三万六 乘以两级的税率差 百分之十减百分之三 那么这就是第二级的算扣数 2520的来历 下边第三级 咱们呢 这个是14万四 它的算扣数是什么 14万四的算扣数数 等于这个分界点 14万四 那么乘以百分之二十 本级的税率和上级税率差 减百分之十 两级税率差 再加上上级的算扣数 2520得到的 那么当然你从原理上去理解呢 这个算扣数数 我也有个小建议 你可以算一下 某个人的收入是X 那么X 你按全额累金税率算 和按超累金算 税率算 它的差额在马 那么来算算扣数数 就会容易理解的多 那咱们要不要讲的原理 不讲了 我这里边只告诉大家 在税率表中 都会给你速算扣数数 得完你算扣数数 你直接用就行了 因此我这里边强调的什么 在最后的呢 这个考试中 我们要记录的什么 如果这个税 是超我累金税率 一定要记得 用征税对象的数额 乘以本级税率 千万别忘了减 速算扣数数 别忘了减速算扣数数 就OK了 这是呢 咱们的税率 有定额税率 比例税率 和累金税率 我们下边来看箱子题目 第一道题 单选题 下列税种中 采用定额税率的事 咱说老师不知道呢 OK 你没有税法基础知识的话 这个内容你先不做 等到学完了 咱们整着这一笔书学完了 你回来再看的时候 要容易的多 采用定额税率的事 你看房产税 采用的是比例税率 耕地账上税 采用的是定额税率 土地增值税 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采用四级超率 累金税率的税种 我们后边会介绍 你现在只需要记住它 它叫做四级超率累金税率 我按照增值额 占扣注项目金额的比重 来确定呢 咱们的适用的税率 叫做四级超率累金税率 个人所得税 有比例税率 有超累金税率 所以采用定额税率的 只有奔地账用税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内容 如果没有税率法基础知识的话 这内容在这学起来会比较麻烦 那么等整个这本书学完了 您回过头来再看 就会容易的做 这里边提前给大家提个醒 我们后边学 税种的具体规定的时候 你要总结 那么各个税种的税率形式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题目 第二道题是2020年的一道多选题 第二道题目是 价列税种中 是用比例税率的勇 哪个是用比例税率 这个到多选 A 房产税 房产税 从价激增的话 税率1.2% 公租激增的话 税率12% 这是个比例税率 那么整项B 车辆购置税 税率10% 这是一个比例税率 土地增值税 我们刚刚说过 是个四级超率累金税率 企业所得税的一般税率25% 那么有呢 小型威力企业 高型技术企业 它的税率都是比例税率 所以是用比例税率的 应该是 A B B 仍旧那句话 没有税法基础知识了 这个内容你先不着急 学完全书再来看 会很简单 这是第二个 第三道题 我国采用超率累金税率 征收的税种是 我们刚刚一再强调 唯一一个采用超率累金税率的税种 是土地增值税 资源税 咱们是以从价定律 也就比例税率为主 定额税率为辅的 客人所得税 是比例税率 加超额累金税率 企业所得税 是比例税率 所以呢 四级超率累金税率的 是土地增值税 我们选答案B 那这是呢 咱们国家的 目前的税率形式 下边纳税环节 咱们叫纳税环节 你在哪征税 比如说 咱们增值税是道道可征 你生产环节销售 那么批发环节 零售环节 咱们都要征增值税 这叫做道道可征 比如说消费税 绝大多数应数消费 在生产委托加工 进口环节 征消费税 而在批发零售环节 不征消费税 那么绝大多数应数消费 是单环节征消费税 所以你看 不同的税种 它的消费税的征税环节不一样 这叫做纳税环节 咱们的纳税环节这个知识点 下边纳税期限 纳税期限是税法规定的 关于税款交纳时间的限定 这叫做纳税期限 纳税期限有几个相应的概念 第一个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也就是说 你这个应税行为发生时间 我们一会儿来举例子 第二个 纳税期限 其实如果您看过 新的增值税法的 这个草案的话 您知道 这个位置 它改成了计税期间了 我觉得计税期间 是更好理解的 就是 纳税期限 它现在改成 计税期间 它是更好理解的 也就是 你不能发生一次应税行为 咱们就交一次税 那么你得隔一段时间 咱们汇总一次 纳税医有的时间 就是每个固定时间 汇总一次 纳税医有的时间 叫纳税期限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交库期限 也就是说 你的纳税期结束之后 你多长时间 把税款交入国库 你不能说 我三月份的税 31号就交到国库去 因为咱们的时间不允许 这是咱们的三个时间点 纳税医有发生时间 纳税期限和交库期限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2023年的3月15日 某企业销售货物 他卖货 那么这时候叫应税行为发生 这叫什么 这叫做纳税医有发生 叫纳税医有发生时间 下边咱们是不是 纳税医有发生了 我就要交税 不是 你如果发生一次交一次 那非把财务给累晕了不可 它是每隔一段 固定的时间 咱们比如说 它是以一个月 为一个纳税期 我就2023年的3月1号 到3月31号 这是一个纳税期 那么这是这个 31天的时间 这个纳税期 咱们这个结束之后 我要有一个 把税款交到国库的时间 这个3月1号到3月31号 叫纳税期限 我下边 这个期限结束之后 我计算税款 把税款交入国库的时间 这叫什么 这叫做交库时间 比如说你在4月15号之前 必须交入国库 那么这就叫做交库期限 看到了吗 这叫做交库期限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这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期限和交库期限 这么三个概念 后边呢 具体税种每个税种 都会有这个规定的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这个纳税期限的问题 下边纳税地点 你再拿交税 比如说我北京的一家公司 那下边 在上海买的房子 那我的税是在北京交 还在上海交 那下边减税免税 罚责负责等等 简单一代而过即可 最基本的要素 是纳税人 课税对象 税率 其中课税对象中 要注意税务和计税依据的 这个有关规定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税法要素 对于税法要素 我们一起呢 来看下面的题目 一道题 2017年的一道单选题 下列税法构成要素中 规定具体征税范围 体现征税广度的是 那么你纳入税目的 就征税 没纳入税目的 就不征税 所以体现 这个征税广度 那么规定的具体征税范围的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税目 我们应该选答案C 很简单 那这是第一道题 其实你学完了具体税种 再来看这个内容 就更简单了 那这是一个基础知识 然后到税种那再强化 然后再回来 你就会升华 下面第二个单选题 下列税法要素中 能够区别一种税 与另一种税的重要标志 一个税叫什么名字 往往由征税对象决定 那么一种税区别于 另外一种税的重要标志 应该是征税对象 也叫做客税对象 我们因此选担底 这是咱们的第二个题目 这是咱们的征税对象的问题 第三个 提到多选题 下列关于税收实体法构成要素的说法中 正确的用 哪是正确的 A 纳税又发生时间 指的是应税行为发生的时间 是否正确 正确 B 税目是据计算 征税对象应纳税款的直接数量依据 那么是税目还是计税依据 这计税依据是据计算 征税对象应纳税款的直接数量依据 解决对征税对象的客税的计算问题 这应该是计税依据的问题 而不是税目的问题 所以选项B 否 选项C 税率是对征税对象的征收比例 或征收额度 是计算税额的尺度 对不对 对 你的税率反映了他的税负轻重 那么选项D 纳税人就是付税人 我们一再强调 纳税人不一定是付税人 烟厂酒厂交消费税 但他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 把消费税转给 烟民酒民负担 那就是典型的 纳税人与付税人不一致 当然也有纳税付税人一致的 比如说 你是个人所得纳税人 你也负担税款 那么纳税付税人一致 一般来讲 纳税与付税人不一致的 叫做间接税 以税付能转嫁出去 那转给别人负担 如果呢 你的纳税与付税人一致的 咱们把它叫做直接税 一般来讲所得税往往是直接税 财产税往往是直接税 而流转税往往是间接税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这个税收实际法 构成要素的说法 正确的是AC 那这是咱们的呢 这个第三节 第三节我们重点介绍的是 纳税人征税对象 那么税率 那么在征税对象中 要特别注意 咱们的呢 这个税务和计税依据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第三节 所学内容 我们的第三节目 我看到这个税率 就去复杂了 然后我们的第二节目 这个税率 就是这样子 那一个税率 然后我们的第二节目 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第二节目 是一个税率 要是一个税率 所以 这些税率 如果税率 税率 税率